Hello 今天是九月 今天准备去苏州 然后这个周末都会跟闺蜜去苏州玩 正好呢去打卡一下谭老师的爷爷子在茶 因为好像上海是没有的 所以想去喝一下那边的这个肯德基的这个茶好不好喝 然后那边好像还有些甜品 并且呢我跟小七是就喜欢的人的类型几乎不太一致 就我们是没有办法追星追到一起的 然后他追星就非常的少 就他大概从现在也就喜欢过五个 算上谭老师的话应该是六个 然后我就不一样了三个月换一个的那种 对我就喜欢过非常多的明星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还蛮花心的 然后就我跟他的其实审美不太一样 但这次我们就同时喜欢上了谭老师 然后他也觉得很神奇 就是我们两个居然喜欢到一个明星 我是那种属于已经习惯了自己默默喜欢明星 或者默默喜欢一个艺人 因为我想我这种换人的情况非常快 所以也不太适合和别人一起聊 因为我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就会换 我喜欢的最长的一个明星是日本 一个叫巴木永珍的一个 也是弟弟级别吧 喜欢了他一年 反正我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不知道谭老师能喜欢多久 但现在已经快两三个两个月了吧 就依然还保持着每天去刷一下 小谭书的这个频率 就他真的是一个挖不完料的一个得意双清老艺术家 反正就这次会跟小七在路上可能也会聊一些谭老师的话题吧 然后我觉得这一期不老格应该会挺好玩的 对还有今天呢我会带这个 看一下 这个是痛包 我是买来给那个 那个就是我 我不是有两个娃娃吗 有两个那个他的娃娃 本来是买给他们的那个娃娃的痛包 然后这两个娃娃现在在他的亲生母亲那儿 对在金月姐姐家定期的维护了 所以这个包包的第一次就给毛球了 然后这个毛球也是金月姐姐做的 然后正好有两个 然后我今天也带一个给我的小七 就是我的闺蜜 然后带着毛球一起去苏州的延延自在场打卡 好了有一点啰嗦 就先这样了 我们等下出发啦拜拜 我好爽啊这个音响 对我这个车里也很滑 我觉得这个蜂蜜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爱舍蜂 反正就是色的暗的 嗯就是色的有氛围感的 然后有质感的 就而且要干净的 你比较偏 偏虚 就是那种暗黑的 嗯也不能算暗黑就是只要干净的就行 但是调子要要暗一点的干净 太但是我本来是不太喜欢大白天的照片的 但是就是我会意外的发现还挺挺喜欢谭老师那种 就是这我本来不是很喜欢沈亿那种很糯糯 柔柔的那种形象吧 但是我看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好乖哦 就真的好乖 对就很喜欢沈亿有些剧照就是比较阳光的那种 就就开始会转变一些我对摄影的一些看法 就觉得好像在阳光下拍片也不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的关系 我跟你讲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摄影师的问题是人 就只要这个人好看的 其实他在任何环境里面 你其实都能把他拍好看 对对全错模特 而且他因为跳舞嘛 就是肢体的控制 还有他的那种 就是他的表现力会比普通的模特要强很多 对 展的音色出来 就是虽然他们也说百变小谭 但是这个声音就跟这个导航一样 就是我不觉得这是谭老子 对吐槽一下这个百度 百度的那个语音什么 那个导航语音就完全听不出来是谭老子 完全没听出来 不是我是说就是这些慢歌 我都觉得不像他的声音 就我知道他音色是多变的 但是他比如说给他你这个小品 他不是那个什么 开罗嘞 但是最后带了一个烟伞 我就觉得 玩上我好觉得好好的前方 嗯 是不是很神奇 他好像是去专门学过配音的 就是对于声音发声的位置 我觉得他应该比普通人要更了解一些 他是去学过 应该去边疆那边还是去哪 哪工作室啊去去学过 听着他唱会中的歌 对对他可能发声的位置啊什么的不一样 就会造成造成他的音色不一样 对很神奇啊 因为是这样以前我们也听王家尔唱的嘛 他不是也是演扫啊 但是他所有的歌都有这个演扫的声音 我觉得好可惜啊 就我不是说不好啊 我是说不好 小谈这个这种慢歌其实蛮好听的 但是没有烟伞也不可以 但我觉得一面无名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声音唱才好听啊 哎呀 烟伞就有点太沧桑了那种 烟伞就有点太沧桑了那种 烟伞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居然决定买他的实体专辑 所以你这种 就我是一个毛不拔的粉丝 我也 哎 我是没有击中我的点的东西 我就不太会花钱 那你怎么愿意买花钱 离开区间测座 嗯 怎么讲呢 就我觉得人人人类的行为都是出于经济目的考虑嘛 就肯定要经经济最大化嘛 对吧 你肯定但是他出这张实体专辑我觉得 对他有很大的意义 对他不是出于经济最大化的考虑去出这张专辑 因为因为大家都已经买过是买过电子专辑了 然后现在也没有dvd就是可以播放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他出这张专辑 仅仅只是为他他自己的情怀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十几年 他们那个组合出道之前十三年了吧 今天好像是MIC成立十三年纪念日 他们没有实际上的解散对吧 对他们不解散 他们就只是各自单飞了 啊我懂 嗯就跟我们以前玩Costain一样 那个社团没解散 只是他们大家现在不聚在一起了 各玩各的 各玩各的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是一个就非常 我觉得现在就现在你也出这个实体专辑就是 如果他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 有正常经济意识的成年人 我都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做法是 就就这个并不是一个经济最大化的一个决定 而且是而且可能是赔钱的 因为其实你快唱片做就可能很花钱 就运输客服来回的这些成本时间 你要去盯就这些机会成本时间成本 还有那种物料成本 其实有可能是赔钱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要就我就突然就想为这种情怀付钱 可是就是我就说了嘛就是台老师 他很重视他自己的这这一 对对我可能想问就可能我们买了这个 是为了idol买单啊我懂 也不是为了idol就是就是他在怎么讲哦 就是他他在为他自己的情怀去做一件傻事 放了很多爱在里面 对他他为了他的情怀做了这件傻事 我我能说这是件傻事 就是我想支持一下他做的这个傻事 我觉得你又没觉得我们两个像在访谈 有一点点 我前两天不是加了几个粉丝群吗 我不是跟你讲我退群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受不了 我我退了几个大群 因为大群的人特别的复杂 太杂了 太在意那些 就之前那个装造就他都在吐槽说不行不好看 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台老师自己同意的了 首先是吧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艺人 他如果一直 就是一个艺人如果他一直用他的自己的团队 这个团队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团队的审美不在线 或者怎样怎样的 市场就会把这个艺人淘汰掉 把你这个团队淘汰掉 你说的很对对吧 那你自己你作为这个公司的老板 你不去把控你自己的艺人 那个你的那个工作室 不去把控你的你的员工 你自然会被淘汰掉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我们应该去care的事情 就是他如果不不把自己打招 就是不认认认认做好自己的工作的话 他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他既然已经出现在这里 说明他以前的工作和他care的事情是是是 就是市场是认可的 就是我就觉得有些人就是管太宽 然后就会再举你吵架 然后我越看越烦 我以前不是很喜欢那些明星 为什么两三个月就会换人啊什么的 对我每一次都是一进粉丝群 哦好烦我就觉得就是围绕在这个人身边 太多糟心事了 我就就就没有那么多爱了 就会渐渐淡调 管的关键这些路人的审美 你能和你说的南天点谭老师 人家是审美很好对吧 嗯你觉得你审美比较好 不是我觉得他不是审美问题 我觉得这只是粉丝还没有长大 就是还是 在以 不他们其实的思维还跟我妈一样 就是以自 就是他们其实是在以自我为中心在思考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觉得他们就那种是觉得 我是你的粉丝 我是为你好 你得听我的 那这种逻辑去管去去看一些 就看这些事情的 就真真没必要我觉得 就就是大家都是前年人 他他能管好他的人 他要是管不好他就会被淘汰 大家都是市场经济 还在倒黑粉那个也是 对 每次都在头条 头个评论里面好烦 是我也觉得很烦 影响人家兴起来 我也觉得很烦 就真的就看多了 就会觉得就很烦 就是我一旦觉得这个人 周遭的事情很多的话 我对我就我就会不太喜欢 因为大家上班啊 已经很累了嘛 就就想清清爽爽的喜欢一个人吧 就你如果你身边事情那么多 就是你还要让我去分心去 去考虑你这些事情是好事 对我就会觉得我没那么多闲工夫 来考虑这些事情 我要不就换人吧 所以我就把群退了的 退完之后就就清清清爽 还是 然后我加了几个小群 小群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小群其实大家说话还是 讨论本人 对讨论本人 就是买不买 对你喜不喜欢 你买不买不买拉倒 没有 然后他有活动 你应该去不去 不去拉倒去的话 就像那个链子 就是我在一个小群里 我说你帮我带一带吧 他说就帮我带了 而且因为单点联系 就是群里面就实际上是个人 非常方便 对也是粉丝帮我带的 就是都是小群 然后大群因为就刷的速度太快了 话题转变也快 你这个话题还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了 已经换掉了 你根本就来不及看 以前那个车群也是这样 太恐怖了 然后就感觉他们天天都不上班 就在群里聊天 对 我是觉得而且我有一天就是在退群前一天吧 我就看他们在说这个造型不好的事情 就我听不上我就觉得很很难受很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跑去跑去练钢琴了 我就跑去砸琴了你知道 你练钢琴你把这些谭老师的歌弹出来啊 我钢琴完全就上不了台面就是 不会给他制造点热点或者给他制造点那种铲出 你就光在这里喷这个 我真的觉得 就我真的觉得没有长大 你知道吗 真没长大 然后这次不是还说就是 谭老师这次把8090一锅端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说老来得到一锅端 对对对对老来得到 不过我们确实也是80后一锅端嘛 而且我今天出门之前我还录了一个opening 就是我说我跟小七两个人其实审美还不是特别像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喜欢一个人还挺难的 很难对我也觉得好难得 我觉得我你是正常操作我是发疯 对我没你那么上头 我是万万没想到你那么上头 我指的是行为就是你追星是日常 我是不追星的我突然被点燃了 对那你之前喜欢喜欢其实也算追吧 不是比如说就像你说的 如果谭老师来看眼睛我会想去到外地去追着他看 但不会像别的人就我知道他来了我就看看视频 那那你就是你就是被谭老师一锅端了的人其中之一 对就是像买衣服也是比如说以前寄承者我也买他的周边的 但是我都很纠结这次就是其实买的衣服真的比我日常贵 两到三倍我就纠结了可能半个小时吧我就买了 我就觉得错过的兔没有灯蛋店 对我是觉得那几套衣服没有就我不爱 他主要是你不爱 不爱对但是那个羽绒山我是真的打算到时候线下去看一看 因为我还正好缺一套云衣服 就我就是经纪公司最讨厌的那种粉丝 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发现了吗你已经在产出了呀 看他的那下班穿搭吧 他除了这种算便宜的卫衣 他们说他好喜欢Prada帽子 我说他买的钱吗 一千帽子一顶帽子四千多 他也不是带给我们看的呀 但是他以前好像也带过就是我不是给你发了一个很小众的首饰品牌吗 叫什么C什么GZ 他喜欢也不可以 我不知道是造型师给他搭配的还是他自己买的 就那个牌子其实是非常小众 而且很便宜两三百的价格 就这种他也带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在接触商业资源 所以他可能造型师不能给他带了 是因为有品牌指定你也不能带了 你算在刷他的物料你会不断的觉得他有新的一面很可爱 然后觉得他本人和柳子其实很分开 但是柳子也很 所以我说我长相思之前不是不想看吗 过了两个礼拜了再看一下吧 后面被子太帅了 我对帮帽妹还好 我还是吃造型多一些 没有我觉得帮帽妹也很帅 他不过真的是聚朋友 我以前不知道谭间词这好人的时候 我也是看了 并边不是海涛 我也是看了的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好人 就没感觉 就我连演员表里面有谈见自己这些事情 我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双双啊 成人香是一个演员演的 没有跳戏 然后跟尹正跟黄晓明在一起没有跳戏 就这不就不许从头到尾 就不会让您觉得很跳 就像我这次不是看 就今天不是看消息的他吗 那个假老婆 我会觉得他有点跳 导演要求他 因为他是一个演出来的老婆 我不知道他这个演出来的演艺感 是导演要的还是他自己演 对就我不知道这个生意在哪里 所以我也不平不平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他他他在这部戏里就是跳的 就是这个假老婆是跳的 但是 就是 并边是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觉得 有一个人是浮在这个戏上的 都演的 对都就是每个人都是存在就是感觉跟这个戏裹在一起的那种 就是你不会看到露骨或者露什么就是非常的就就感觉我们那个都是一家人 你不是唱歌吗 就是你的伴奏和你的干音是是揉在一起的而不是干音是浮在伴奏上的那种那种我就觉得会有点跳吗就其实不合吗 然后我好像在喜欢谭老师之前有一次他有一次状况还挺出圈的 然后我知道了 哦原来有一个艺人叫谭剑刺 然后我那个时候第一反映他是个日本人吧 他这个名字真的一直听到有人说 我就一直觉得哦他可能是个日籍的什么什么人吧 对我一直会觉得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日籍的会说中文的艺人员 就会也没有认真去了解对我没有认真就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可能是日籍吧 就就那种感觉就我天就就就就过滤掉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看看到他的路透还是看到他的那个就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很好看啊很帅 就搞角色加成加成真的真的非常 但是我跟你讲眼香香那个时代我还觉得他脸型有点偏右 就是跟你说沙破狼因为没有放出来嘛 嗯演完沙破狼以后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包括现在脸有点长了一点 可能我觉得长开了对对对是长开了 因为他现在不是别的演员说二十句是吗 他三十句是正好是颜值颠方就成熟了 细致也成熟了 但是他其实还是幼你知道他长得还是很小 就是因为幼所以到了三十岁 所以可能刚刚好啊对还可以演大学生懂意思吗 对他就长得很小 然后就他很小一只嘛 我上次不是去李嘉琪直播间的时候接从了上下班嘛 就他很小一只 然后又抱着两只狗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看他的腾包好软 或者软的头好啊 就是你会发现在所有的综音里面 好多男生都喜欢勾着他 因为他的高度可能就他的高度 可能更好就容易被勾嘛 然后他又小小一只 然后我就觉得嗯 好好软的样子 哇有人急了的 那你也要想勾这个的呀 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人去勾 我笑死我 你有人勾这个 哦对哦 好是哦 对他就是那种软软糯糯 他就很好很好软的样子 不要笑死我 我是觉得谭老师他的 跟别人的相处到也是麻烦 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射恐的 他只不过就是 我知道你挨人他是真挨人 就是因为业务需要 业务需要所以让他变成了个社杂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知道这个场子要热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人影响 但内心还是能挨人 这个才好我也看了 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就是说这一部分啊 嗯像我就是我觉得如果冷场 我可能会想尽办法去让大家聊起来 但是像你们就会觉得根本没必要 不说话就算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我觉得我意境越来越觉得是 嗯我舒服的环境 并且这个环境里大家都是不认识的情况下 我会变得一起来 就嗨了 对 对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觉得反正没有我你们也能聊 那我就不充当这个意的角色 我就会变成矮 但是我跟你讲啊 你跟我们这个时候的你 我就会觉得阿九是不是不高兴 哈哈你懂了吗 就是我告诉你我的话没法也是这样子 啊 不会我完全不会 我没有在care别人怎么 就我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care人家怎么想我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确实没有长大嘛 但是我自从开化了之后 我完全不care别人怎么想我的 我哪怕知道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讨厌我 我也不会care 就可能这真的就是需要时间慢慢开化自己 对 就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开化自己 哎呀 哦好贵 啊三十几 好贵 呃 第一次进入还在布展的漫展 中间 哎呀看到了小兰 明天可以来逛一逛 找找找小兴回去吃消夜去 新新的味道 嗯 可爱的小房间 带一带来无所谓 哎呦风景软件是不错呀 哇哦 诶它的这个材质我很喜欢 就是 哦 嗯 好了我们到这边了 准备下去吃晚饭了 就这个材料我很喜欢 就日本的那种材料是吗 但是日本的还要跟塑料一起 就带一把克力一点 哼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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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